咱们有很多老铁上饭店都喜欢点一盘六肉段 五十把一盘杀人不够吃 今天咱们在家自己做十块钱做满满一大盘子 做这个六肉段要选猪的前腿肉 肥瘦相间那是真相啊 先把这个肥肉切掉 然后给他切成小块 用清水给他洗一洗 然后浸泡十分钟 这样能泡出血水吃的不行 六肉段的配料呢 咱们就选择胡萝卜和尖叫给他切成菱形片 把这个肉段给他撞干水分 然后加少许的精盐 一小勺料酒 用手给他抓一抓 这个淀粉呢 咱们要选土豆淀粉 跟猪肉是1比1的比例 然后加少量的清水 先是给他稀释开 然后抓至浓稠 这个糊尽量抓的干一点 这样在炸的时候 他不容易掉糊 最后加半勺油 给他封住水分 加油呢 会使这个油段他不容易粘连 肉段要想炸的好 这个油温要掌握好 必须达到六成热 像我这样 然后把肉段一块一块的下锅炸 我每天都用心的叫做菜 看到这里老铁 别忘了给胖来个双鸡 感谢支持 咱们在家做过油菜 千万不要一次下的太多了 第一锅给他炸的定型 然后咱们给他烙出来 再下第二锅 这样少量多次的往锅里下 他就不容易粘连 右段全部炸完 把之前炸好的右段一起给他回油 用勺子给他瞧一瞧 防止他粘连 全程开中火去炸 大约需要三分钟 这个时候咱们来炖个料汁 加半勺生抽 少许的蚝油 一点点老抽给他调个散 再加少许的精黏 鸡净 白糖 少许的胡椒粉 最后加一小勺干淀粉 一勺半的清水 咱们这个料汁可以做六油段 也可以做烧茄子 建议老铁粉收藏起来 非常实用 第一边把右段炸熟 炸的金黄酥脆 然后咱们给他烙出来 等油温再次回省 右段给他闯炸一遍 这样炸是外酥里嫩的关键 给他炸一分钟左右就可以 然后给他烙出去 把配料下锅给他炸十秒 锅里留点底油 葱酱给他包下锅 然后倒入咱们堆好的料汁 大火给他熬至浓稠 右段下锅之前加半勺热油 明油亮芡 把配料也下锅 加一些蒜末 再加半勺陈醋 快 念去的7个字没有内容 户里面相当在有什么衣服的 一个集合 词 来 马上上下锅过来的一道歓里面相当 才会炸一遍 继续 因它会很和声还会炸一遍 但温散度 会是非常伤害的